镜头拉回台湾原本预定今天签约的台湾依传媒出售案出现了转折 因为股权架构乔布隆加上黎智英要求签约时必须先拿到五成现金 因此签约仪式延期11月底之前才会完成签约 用蜡烛排出苹果形状 依传媒员工16号晚间在自家公司楼下首页到17号凌晨 原本预定17号签约的依传媒出售案也跟着出现转折 由于三方买主原本商议购买壹传媒的股权 分别是中信基金会董事长估重量占34% 台湾集团总裁王源渊34% 望中集团蔡远明拿32% 不过依照金管会约谈估重量的要求表示股权需低于20% 且态度强硬要估重量不能担任买方的签约代表 要中信金确实做到产金分离 雇重量必须抛出的14%股份有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蔡远明和王源渊提高持股比例 但必须维持买方团队中蔡远明不是最大股东的原则 另一条路则是让第四方出手 也就是再加入一个买主 但可能人选是谁目前还不明朗 目前壹传媒的股票在香港股市还是维持停牌 外传就是因为出售案签约传出变数 预计最晚底线就在11月底 要等出售案问题全数离清后 交易案才能尘埃落定 UDN TV综合报道